大家好,鵬仔哥哥今天和表弟一起拍個開箱片 今天鵬仔哥哥和表弟都拿了一隻鋼鐵蜘蛛BGN38 今天來開箱給大家看 本身鵬仔哥哥還拿了另一隻,就是美國隊長 這個是副廠的,而這個是Hot Tide版本 我表弟通常去玩Hot Tide吧 對,沒錯 首先我們要開箱片看看 這隻聽說是否扭的程度不高 對,滴膠的衣服 滴膠的衣服,對 之前我們也有說過滴膠的版本 真的不會動那麼多 很容易爆 很容易爆 真的 我第一次表弟相鏡 我就不要介意 首先開了給大家看 就是這樣的 一定有跌手的 可以拍一拍給大家看 表弟相鏡 通常他的配件都是這些 類似珠之書 緊局一定是有這個配的 對 還有一些手型 手型是黃家驅的手勢 這些 還有一些掌型 我不多說了 好了,拍到主體 這隻的衣服 其實在這裏挺漂亮的 顏色是很漂亮的 紅金顏色都不差 大家都看到是未開過 因為剛剛拿的 拿了不夠 我想半個小時都沒有 半個小時都沒有 真的昨晚收到訊息 馬上去拿 因為本身之前訂開 我再去拿貨 真的死了 真的浪費了不少錢 鋼鐵蜘蛛有個好處 就是 這個是卡通片版還是什麼 這個是漫畫版 漫畫版的蜘蛛盒 那你先拿著 我再展示 他還有其他部分 其他部分 他跟電影版那隻有點像 電影版那隻有四隻爪 這隻就是三隻爪 這三隻就巨型很多 這三隻爪比較巨型很多 本身鵬仔哥哥也有一隻 這隻版本的千值年版本 我轉頭也會給大家看一下 那隻就是彭仔哥哥把他改了 因為本身彭仔哥哥訂了這隻紅色 我就把那隻本身的紅色 噴了色變成黑金色 大家看到那隻爪 哇 真是像蟹爪一樣 OK 有些配件這些位置 我們其實要組裝有些時間 由於時間光是真的不夠時間過 因為這段片要盡快拍了 那我總共有三隻爪 那其實這三隻爪可不可以做到站在那裡 可以的 是夠力的 即是夠力站在那裡 大家都看到 哇好像你的爪去吃抱飛那些 蟹腳那樣 像北海道蟹腳那樣 即是看到都想吃 好了 爪又介紹完了 還有些什麼配件 好像是地台 地台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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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又是很簡單的說一下 那那些手的位 你通常覺得是屈得多少 你可以給觀眾看看 其實屈得都90度 但是這樣呢 都是一樣可以90度 小心這個角度 這個角度 這個角度 聽說要小心點 屈的 他說要遮住 要摺皮的位置 再來屈下去 那時候我看第二個Youtuber 有這樣說過 還有這些角度 這些角度 可能會刺穿到那件衣服 因為你這樣摺 對 又要小心點 這個呢 其實真的可動性很差 但是剩作的造型 造型很漂亮 超漂亮 但是紅金色 有點像令人想起某些國家的國旗 那些匪國 我們俗稱是匪國 那我們通常說完 那腳的動作程度如何 這次是腳可以摺得到很多 因為腳是長關節 所以可以摺到差不多摺完都可以 差不多摺完都可以 也不錯 腳的動作是非常好 就是OK的 腳的位置 好了 我先收拾這個 那我就先看看 鵬仔哥哥另外那隻 是千直鍊版本 千直鍊版本 本身就是這樣的 其實你看到這隻和這隻 這隻是矮的 做得是 還有你們大家會覺得 哪個樣子比較漂亮 放上這個鏡頭 對 大家會看到有些分別 始終是黑袋那樣做得比較漂亮 但是這隻 看起碼 它都是可動性高 比這隻很多 這隻真的任你怎樣 都沒有問題 還有本身這些黑色位 是紅色 將它變成黑色 可能手工問題 都不是噴得太過好 可能有些人噴霧型 可能有些人噴得更好 可能有些人噴得更好 過你 是的 實際上我都是 噴有的一般 好 這個介紹完 到隊長 然後到哪隻 到隊長 對 好 我們先放在一邊 好 隊長 好 好 隊長 表達你開來看看 我把他收起來 哈哈 這隻隊長也是剛剛拿回來的 可能隊長比較簡單 因為這個隊長 有什麼分別呢 這個隊長呢 大家如果有看Marvel 即是有看復仇者4 應該有看最後那一幕 是一個老了的美國隊長 是一個本來的 是的 那他有什麼跟呢 他有什麼跟呢 他有什麼跟呢 想問一下 還有一個 咦 好漂亮的 這個是什麼來的 這個是 好像是電影有沒有出現過 他最後坐在椅子上 放在旁邊的盾 其實這個有沒有一張椅子 這個版本沒有 這個版本沒有 但他有一個版本 可以丟一張椅子 這樣嗎 是的 那我另外還要買那張椅子 對 那張木燈 那大家看看 美國隊長的盾 他跟著一個袋子 其實呢 敲了 哼哼聲的 真的好像鐵來的 鐵來的 鐵來的 但是你說上色呢 上色就沒有開胎子那麼好 一定是 一定沒有開胎子那麼好 那副廠的東西算是這樣 對 你可以自己看下去都可以接受 還有什麼特別的東西呢 這隻呢 其實褲廠就沒有那麼多了 對 沒有那麼大的要求 可以了 衣服呢 就有三件 三浸的 三浸 對 褲呢 就是這樣的 沒有皮帶 沒有皮帶 對 他也做到有戒指的樣子 對 對 他已經結婚了 對 就是大家有看他的動戲 動戲 最後他又回到他本身的 那個 那個時候 跟那個 女主角去結婚 一起了 對 那之後的故事 我們不知道他沒有再說下去 我們都是靠幻想 都是 那其實整體上這隻東西 你覺得怎樣 這隻東西 頭 都OK的 都OK 做到他老了樣子 像不像他本身 那個角色的本人 都有八成像的 都八成像的 都八成像的 因為最重要 盼仔哥哥之前跟你們說過 玩這些東西 一定要最貴就是頭雕 因為頭雕如果弄得很像 就是最值錢 如果弄一個假的盼仔哥哥 很貴的 如果弄一個盼仔哥哥 你弄一個頭雕 要三千元 差不多 要三千元 一個縮小版的鵝 要三千元 一比六的尺寸 對 只是弄一個頭的 不計其他新的 怎樣配搭 因為你要找一個帽 再拍照 再製造一個樣子 那個帽 用完就丟了 其實已經沒有意思了 只是弄一次 所以價錢一定是貴的 一定是貴的 所以沒有辦法 這些本身是大陸的東西 大陸的東西 你本身是差不多 它又可以大量複製 量產型的這些 所以沒有那麼貴的 但是一定要玩這些 盡量要像 我們玩這些 譬如我表達 家裡都有玩開很多隻 對 沒錯 對 你都是跟 大家 賣開哪隻 你就跟著玩 多數都會入的 多數都會入的 對 入開哪些系列 通常都會 多數都是入Marvel 都是入Marvel D.C.也有的 不過不是那麼多 D.C.也不是那麼多 D.C.也不是那麼多 還有其他 例如星球大戰 星球大戰 是零的 是沒有玩的 我也是的 不過呢 本身彭哥哥還有一些 類似自己自祖的 成龍 不是成龍 李小龍 葉敏 恩子丹 其實都很相似的 甚至有連玩 全王角色的八神 都有一個 大概 大致上是那麼多 因為本身 彭哥哥有很多 在櫃裏面 其實有些朋友都看過 那張照片的櫃裏面 那些 那些 多度 根本上 我一次都騷不住 還有 本身有些位置還未撿 還是比較亂 所以 遲些撿好了 我才會再鋪好 給大家看看 我有其他 1比6的人偶 今集我們到這裏為止 好 表弟第一次上鏡 OK 都OK 帥 這次的介紹就到這裏 下一次我們看看開箱 開哪些 好嗎 有機會 都叫表弟上來一起開箱 好嗎 下次見 拜拜 拜拜 拜拜